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10月21日的晚上 晚上七点左右,早上已经有上传视频 但现在在上传,刚刚新闻报导说 有一位谢信的拥有台湾跟美国国籍的台湾人 他从美国进口16把杀伤力很强的制式手枪零件 以为说零件打散了,带进来不会有人发现 还好美国那边通知台湾在海关把这16把枪的零件拦截下来 这个人姓谢,谢国良的谢,几天前我的视频才在说 姓谢的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没什么贡献吗 哦,干狗屁倒造的事倒是很行啊 哎,现在不是证明了吗 哦 姓谢的走私16把制式手枪零件,哎 是不是要卖给黑道啊 可能性很高哎 他到底以前有没有做过相同的事情 已经不可考了啦 哦 原来黑道的枪 都是靠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带进来的 你想想干嘛 他拥有台湾 跟美国两个国籍 那你知道他平常的社经地位一定很好 在台湾经济能力很好 社会地位也很高 在美国 他的社会地位跟 经济能力也都很好 而且 没有被助记为不良公民 所以 他不会被限制买枪 你看他可以买那么买那么多把手枪 你就知道说 他在美国其实记录是很好的 哦 那这次为什么会 出锤 哦 这个 这个一定是美国怎样 美国已经觉得说这个人 可能要 把这些枪 送来台湾 可能要真的要干事情了啦 哦 要干什么事情 一定是拿给黑道 然后执行中共的命令 枪杀台湾重要政治人物啊 哦 还有那个柯文哲案啊 哦 檢察官法官 一直要办 那 一直要办 中共那边要阻止 要怎么阻止 就是派杀手去威胁檢察官 跟法官啊 还有那个逃到日本的举止 现在黑道 也在找他啊 因为 金钥密码可能就在他身上啊 谁能够拿到 金钥密码谁就可以拥有 三十 三十亿以上台币的巨款 哦 所以说橘子 橘子其实现在有生命危险啊 黑白两道都在找他啊 那 我早上 我早上的视频 提到 三国演义里面 刘安 猎户刘安 杀自己的妻子 给刘备吃 而刘备 后来 到厨房 看到 刘安的妻子 被 大卸八块 刘安 竟然 竟然 竟然没有责备 那刘备竟然没有责备 刘安 然后三国演义说 曹操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众赏哦 众赏哦 众赏刘安 兩百两啊 兩百两黄金啊 我想请问各位 到底三国演义 是要传达什么价值观念啊 一个丈夫把妻子杀了 把妻子给陌生人哦 之前猎户完全不认识刘备 虽然他们都姓刘 但有没有亲戚关系 没有 完全是陌生人 然后你 你就把跟你 相处那么多年 帮你生儿子的妻子 给杀了 然后给这个陌生人 吃自己妻子的肉 然后三国演义里面 这样的行为是受到 夹奖的 曹操给他两百两 然后不同版本的 不同版本的三国小说 还说怎样 曹操还把刘安 找去当官啊 当然啦 后面还有啦 找去当官 然后这个 刘安啊 想要再娶叙玄啊 结果没有女孩子敢嫁他 谁敢嫁他 万一嫁给他以后 有一天刘备又找到刘安 安哥 安哥 又跟你相遇了 真的很高兴 那一次到你家 送你款待真的很高兴啊 哎呀 你的厨艺真棒啊 今天晚上 我再到你家去 我会顺便带 几瓶二锅头 我们哥儿两啊 好好再续一摊 哥儿两再续一摊 然后谁再嫁给刘安 谁就怎样 咱们 这个人要认为 爱 非常多 庭 啰 省 你 可以 看 你们 就是他要怎样把这种价值观念 普遍让中国人接受 那如果说中国人真的接受了 其实也接受了 因为《三国演义》影响这么深远 每一个中国人 只要大家提到刘备 大家都说什么 刘备是英雄 刘关章三兄弟桃园三结义感人 他们是英雄 刘备是人人君子 真的啊 你说现在有人在指责说 刘备吃刘安的妻子不对 有没有啊 所以说《三国演义》你这样写 你就是要散布一种价值观 就是杀了自己妻子给陌生人吃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我们给他扩散来想 假如说价值观这样已经被接受了 那以后会怎样 很多人家很多丈夫啊 就拉出布条 然后上面写什么 欢迎刘皇淑立临参观 那欢迎刘皇淑立临吃大餐 家家户户都拉这种布条 然后刘备就真的去吃 然后那家的先生就把自己的老婆给杀了 给刘备吃 然后马上就等着等着谁送钱来 等着曹操送钱来 如果说 照《三国演义》的这种价值观 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大家都杀老婆啊 杀了老婆做成菜 领200两黄金 这车外面太恐怖了吧 搞不好有一些家庭比较穷困的 生了好几个女儿就怎样 都把女儿这个要嫁给别人啊 然后好多人好多人都想 娶老婆啊 娶好几个老婆 娶两三个老婆 穷人的女儿 都被人家 本来嫁不出去的 现在都嫁出去了 然后 一个男一个丈夫有两三个老婆 他们完全不怕 刘备来家光临啊 你来光临啊 你今天来我杀大老婆 下次你再来 下次刘备你再来 假贺道学博 刘备连他的兄弟 关羽张飞也都来了 刘安哥安哥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而且我把我二弟 关羽 我三弟张飞也都带来了 他们都很想吃 你精湛的厨艺 煮出来的人妻大餐 然后这个安哥啊 欢迎欢迎 请坐请坐 点人头三个 然后向曹操领 一个两百两啊 三个六百两 安哥抱负啊 他有钱娶老婆啊 去去那个很远的偏僻乡村 不知道不知道 嫁给刘安 会被做成人肉餐的小乡村啊 去买那个妻子啊 买老婆啊 乡村的人说 你要娶我女儿啊 好啊 那聘金给我啊 没问题 没问题 给你十两黄金啊 聘金给你十两黄金 这样 这样刘安还可以赚 九十两啊 因为还可以赚一百九十两 他十两当 聘金嘛 到乡下 娶了一位老婆 然后把这个老婆杀了 煮给刘备吃 然后曹操 论见记仇 一个给两百两黄金 这样他还赚一百九十两 我说三国演义 你到底想要 你到底想要怎样啊 你是不是要提倡这种价值观啊 这完全是扭曲的嘛 真的很难想象耶 像这样的内容 三国演义 这样的内容 竟然两千多年来 一千多年来 没有看到有学者在批判呢 你有听到哪个学者 历史学家在批判 刘安吃妻子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 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啊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什么 三国版的柬埔寨啊 三国版的柬埔寨人租案啊 搞不好真实的情况是 刘安杀的不是他的妻子啊 那个是绑架来的啊 骗来的啊 骗来的女孩子啊 骗了十几个女孩子 都关在那个他的秘密 秘密监牢里啊 然后刘邦 刘备来了 他就抓一个出来杀 煮一煮 给刘备吃 刘备吃得很高兴 然后这个刘安还说 哎呀欢迎在光临啊 下次把你兄弟 关羽张飞都叫来啊 真的刘备下次又来了 然后他这个刘安就到 这个 关女孩子的地方 再抓一个女孩子来 哎那个 其实是三国版的柬埔寨人租案 其实那是很恐怖的啊 那另外一个主题 我突然间现在 我想到了啊 我问你们啊 假如说现在 有一个军营 哦 父母亲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当兵 结果某一个部队传出 哎 二兵 二兵都被老兵欺负啊 哦 二兵都被老兵集体殴打 然后 这个 这些父母亲家长呢 向国防部抗议 国防部完全不理 说 合理的 叫训练 不合理的叫磨练 哦 不要 当草莓主啊 哦 动不动就 哭天抢地 哭爹叫娘 这样怎么能够保卫国家 那你说 后来 好多二兵 都被虐待死了 像洪仲秋那样被虐待死在军营中 你说这些父母亲 会怎样 会不会很生气 会不会很难过 会不会气到想要冲到国防部 把国防部部长抓出来痛打一顿 会不会 你说会不会嘛 那你想想看 證实所记载 刘备 帅领三万大军本来要去攻打援树 结果援树呢 反而被援树包围在海溪 包围了很久都没办法突围 最後糧草都吃完了 根據證實記載 三國治後漢書知之通見所記載 立士互相格殺 窮二相逼 主吃人肉 這文言文 你要怎麼解釋 立士互相格殺 就是這個裡面 一個部隊裡面有那個軍官 也有士兵 這個就叫做立 立就是軍官 士就是士兵 互相格殺 就是格鬥 然後搏殺 就是不是打拳擊 是拿刀 拿錨 拿槍 互相比武 互相格鬥 然後窮二相逼 就是窮凶二級 很二 真的很二 相逼 我就是要吃你 我就要吃你 一直逼 一步一步逼進來 要把人吃掉 你可以想像那種 窮凶二級的狀態嗎 煮 吃 人肉 也就是說這個肉是用煮的 不是生吃 不是生吃 一定是有用一個 軍中 軍中軍隊 他們都有一個大鍋子 要煮飯有火黃嘛 就用那個大鍋子來 把那個格鬥輸的人呢 就丟到鍋裡面去煮 剁一剁啊 煮一煮啊 這樣大家吃 那你想想看啊 劉備所帶的這三萬兵嘛 是從哪裡來的 我問你嘛 這個就好像你問說現在成功領的那些士兵 在台灣成功領的那些士兵 是哪裡來的 就是台灣的 來自台灣各地的家庭 來的啊 台灣的某個角落的家庭 的 父母親的兒子 年紀到了就去當兵啊 然後就到成功領受訓啊 就這樣來的啊 那你想想看嘛 劉備是徐州牧 徐州的長官 那他所帶的三萬兵 是 大部分都是哪裡人 就是徐州人啊 這些兵就是徐州兵啊 這些兵的父母 這些兵有沒有父母 人都是父母養的啊 我覺得我們常常忘記 忘記這個啊 我們只說劉備吃人 有被吃人 好恐怖好恐怖 然後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做擴散式的去思考 不是兵被吃而已啊 這是一個家庭的問題啊 這些兵這三萬個 這三萬 三萬名士兵他們有 都有家庭的啊 有父母啊 有的可能已經娶妻生子 可能有妻子啊 可能有兒子啊 有兄弟姐妹啊 然後他們照不著急 他們著急啊 他們知道說 劉備把他們的子弟 把他們的親人 把他們的兒子 把他們的爸爸 帶出去打仗 然後現在他們的兒子 然後現在他們的兒子 他們的爸爸 現在被援塑的十萬大軍 包圍在海溪 如果那個時候有電視啦 你可以想像每個 這三萬名士兵 在包圍圈裡面的 這些士兵的父母親或家屬 一定24小時都開著電視 在看新聞報導 說現在情況怎麼樣 所以劉備已經 率軍突圍而出啊 許多兵三萬人啊 終於獲救啊 得逃啊 逃出重圍啊 每天都在注意這個啊 結果不是啊 每天看到的新聞都是 嚴肅十萬大軍 繼續包圍 劉備三萬大軍 然後一天一天的過去 已經三個月了 還是一樣 劉備的情況 不妙啊 專家預估劉備 軍中已經無糧了 那沒有糧食怎麼辦 這個時候在外面的 徐州 徐州人 這些父母一定很著急 一定跟 跟這個 其他的官員 徐州 徐州很大 你徐州牧跟劉備官秘障 都被包圍在包圍圈裡面 但是還有其他人啊 徐州很大 還有其他官員啊 譬如說 成功 成功 成功當時就在外面嘛 他沒有在包圍圈裡面嘛 還有 還有其他很多人啊 還有很多官員嘛 一個 徐州那麼大 有很多官員 這些 三萬士兵的家長 一定去跟這些官員說怎樣 拜託你們趕快 已經被包圍三個月啦 有人說 劉備他們已經沒有糧食了啦 那怎麼辦 你們趕快想辦法送送糧食去給 給劉備他們吃啊 去送 趕快送糧食送飲水去給劉備他們吃啊 然後這些官員 在家長的壓力之下一定會怎樣 真的就把糧食什麼都 帶著就要送過去 結果怎樣 當然是被元素給搶走了嘛 因為元素 元素就包圍在外面啊 看到說 徐州 徐州的官員 徐州的其他將領 帶著糧食 還有很多補給品來了 元素就下令怎樣 來去把那些搶過來 就搶走了啊 所以你來多少 你來多少元素給你搶多少 所以完全沒有辦法嘛 那你說這些家長 這些徐州人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緊張狀態啊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想 之前都沒有人想過 但是我們如果 做擴散式的思考 你就知道當時的 當時的家屬真的是很緊張很緊張 結果最後 最後是誰把 裡面吃人的慘況 傳出來的 想也知道一定是元素的士兵嘛 元素的士兵 最接近包圍圈裡面的 他們有看到啊 他們有看到裡面的慘況啊 他們說 天啊 裡面在幹什麼啊 他們看到說 那些劉備的士兵 他們就上擂台 然後 有的互相拿刀 兩兩格鬥啊 然後輸的人 殘死啊 可能 在格鬥上面就被人家 一刀 撕開內障啊 肚破藏有 然後那個 輸的人 就直接怎樣 被丟到 擂台下的大鍋子 出 就這樣 煮來吃啊 外圍 包圍圈最靠近劉備軍的那些 元素的士兵 都有看到啊 而且看到的人不知 絕對好多人啊 好多人都看到了啊 他們 這些元素的士兵 他們會休假 會輪流休假 他們休假回去的時候 這些消息就怎樣 就散播出去了嘛 散播出去了 你說那些徐州的家長 聽到了會怎樣 天啊 怎麼 劉備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把我兒子吃了嗎 你把我們的兒子吃了嗎 一直在那邊 我說當時的 那些家長 那些徐州人 即使兒女沒有在 包圍圈裡面的那些徐州人 已經 一定怎樣 急得花瘋 而且聽到這種裡面 人吃人的慘況 一定是相當的憤怒啊 說 到底是 劉備你在幹什麼 當然也會指責元素啦 但是 但是 好像每次戰爭都是劉備去 主動去 主動去打元素的啊 我覺得 劉備很奇怪 他 劉備 自從 擁有徐州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史書記載說 他 花兵去攻打曹操 一次也沒有 曹操之前兩次來徐州大屠殺 然後陶芊 陶谦把徐州交给刘备 刘备拿到徐州以后 一次也没有打 一次也没有去打徐州的仇人曹操 他都打谁 打那个从来没有 以前从来没有打徐州的元素 刘备竟然去打元素 他不是去打曹操 你们不会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刘备到底在搞 搞什么鬼啊 以前两次来屠杀徐州的 是曹操也不是元素 元素其实本来跟陶谦他们是 和平相处 根本就是互不侵犯 但刘备拥有徐州以后 他就莫名其妙 就常常去打那个元素 曹操他一次也没有打 然后你看现在吃人肉事件发生了 你说徐州家长会多么紧张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研判 所以这个时候我研判为什么刚开始啊 他就把刘备把刘首在 他说明显把刘首在 本来张飞没有在八围圈里面嘛 他是手在下培 可见这个下培层相当重要 所以说这个当时当初刘备只带关羽去打那个元素 把张飞留下来守下陪陈 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下陪陈的重要 下陪陈当时人口超过百万 所以他让张飞来守 那一定是怎样 开始传出来说 这个刘备被包围情况紧急 粮食可能会不够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消息就传到这些士兵的家长 然后就有人跟那个朝报 朝报是下陪国的丞相 也就是实质上下陪的最高统治者 他一定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所以他可能那天早上就怎样 故意去在马路上等那个张飞 所以两个 不然平常怎么都不会互相堵到 互相不会在道路上这样堵到 结果那天那天就互相在马路上相遇 然后三国志上面是写说 这个两人都互不相让 好像两只羊白羊黑羊要过独木桥 然后两只羊都不让也不退 所以就互相在那边相斗 最后两只羊都掉到河里面去 或者说一只羊掉到河里面去 然后黑羊就过桥 类似这样 但是我研判是朝报那天是有急事 很紧急 他就在马路上等那个张飞 不然平常很难看到张飞 张飞都在喝酒 喝完酒就睡觉 你要找他守门的 就说张大人在睡觉不要吵他 所以他就堵在路上 就堵到了嘛 然后朝报一定跟他说 张飞啊不好啦 听说刘备所带的三万徐州子弟兵 都被包围在海溪 而且已经包围三个月了 可能粮草都没有了 你要不要想想办法啊 张飞你是不是带兵去解围啊 去救他们啊 然后张飞一定跟他说 我大哥叫我守下培 他没有叫我去救他们 他就叫我无论如何就是守在下培就好了 所以张飞就不愿意出兵啊 然后朝报一定说你不出兵啊 那由我带兵我带兵去救他们 一定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朝报就想要带兵带兵去救那些徐州子弟兵 结果张飞就就把朝报给杀了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所以三国志说 朝报被张飞杀了 然后城内就大乱嘛 城内城中暴动啊 他是写暴动 夏培城就发生暴动 然后暴动呢 这个就中南将朝报的中南将也就是偏将手下的一个将领 就跑去夏培找吕布 当时吕布才刚刚刚被曹操打败没多久 元气大伤啊 这个当时吕布原来本来有400匹战马 现在只剩下100匹 当然这数字我是怎么研判的 因为后来是不是发生 这个吕布去买马买300匹 派人去河北买300匹战马 然后这300匹战马是要来补充他的骑兵队的 结果300匹战马都被张飞中途拦截 偷走了 抢走了 不是偷啦 抢啦 公然的抢走了300匹战马 所以说 400匹本来有400匹嘛 那后来他要补充300匹 那就是代表说他现在只剩下100匹 吕布的兵力当时很少啊 只有100匹战马 然后步兵 剩下的都是步兵 步兵大概 我看大概也所剩五几啦 假设只剩500好了啦 本来步兵 本来步兵差不多有一千嘛 那跟曹操打了一年多 这步兵可能损失过半嘛 剩下500 那500加100匹兵那就只有600 那500加100匹兵那就只有600 600的兵力 然后你看这么少的兵力啦 然后三国志 三国志说 当时许州人口有800万 当时许州的人口有800万 然后你说 吕布才刚刚被曹操打败 而且损失 损兵折将啊 兵马 乐观估计啦 我说乐观哦 乐观估计啦 只剩下一半啦 那就是 一千嘛 好吧 就步兵加起兵加起来 一千好了啦 旅步的一千兵马 可以 参领 800万人口 那么大的许州吗 你要知道许州有多大吗 许州 许州有蓬城 有 下培城 有眼城 还有什么 狼野城 还有 肺 还有 好多啊 你看 你看地图吗 许州很大 是 这个十三 中国十三州之一 最大的一州 最大的其中一州啦 就是当时十三州里面 人口超过六百万的 超过六百万的 有六个大州嘛 然后许州就是其中六个大州中的一个嘛 他的人口是八百万 远超过六百万 然后你说 吕布的一千人 一千兵马 可以趁刘备去 去打元素的时候 迅速 颤有 徐州 拜托 大家能不能有逻辑 逻辑思考能力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后来三国志是怎么写的 他说 这个刘备 刘备被 是谁去救的 是吕布 吕布率领 他的兵马 他的骑兵跟步兵 打败那个 围在外面的元素 十万大军 是吕布打败的 吕布一千人 就可以打败十万的 的这个元素军 这个 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为三国志也记载 当初吕布 子帅领 子帅领 他的八剑将 还有少数 也是就是 差不多两千 他的最早的兵马 大概就是两千 打败一百万的 他去元素那里嘛 投靠元素 然后元素叫他去 打那个百万黑山贼 张晏的黑山贼 号称 号称有百万之众 然后 这个吕布才两千兵马 就把张晏百万大众 给打败了 三国志是怎么记载 三国志筑赢英雄纪 三国志当然没有写 就是裴宋芝那个筑 筑赢英雄纪怎么写 他说 吕布常与清静 成年未绪 率领骑兵 左冲右图 把张晏百万大军冲散了 然后 吕布 吕布那个手下 那个很强的 高顺 县正营 县正营有六百多人 再冲 冲进去砍杀 吕布都两千兵嘛 就是这样赢的 尤其是那个高顺 骑兵冲完了 高顺的县正营就接着上了 所以张晏百万大军就这样被打败 那同样啊 这个元素十万大军算什么 当初曹操四十万青州兵 根本就不是吕布的对手 也是被打光了嘛 其实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那个什么 后来曹操跟袁绍决战的时候 关渡之战 史书是三国志怎么记载的 说曹操总兵力多少 五万 然后 袁绍总兵马多少 二十万 五万对二十万 你们 你们不会觉得 这个记载到底在记载什么 当初不是说 曹操 曹操 降辅了四十万青州兵 当初曹操 拥有四十万的青州兵 再加上他 本来的班底 少说他的 他的兵马也有五十万吧 怎么 怎么到了关渡之战 只剩五万 然后袁绍 号称百万 现在也只剩下二十万 所以说很多三国志 记载都是 是很省略的啊 然后你看那个陈寗为 为那个袁绍写的 讨曹操喜 里面是怎么写的 就是 关渡之战之前啊 陈寗 袁绍曾经叫陈寗 大文豪 就是袁绍的主部 陈寗叫他写一篇 讨曹操喜 这篇文章很有名啊 很多人 都有读过啊 他里面就怎么写 他说 当初啊 曹操跟吕布 敖战 敖战一年多 全军 曹操全军覆没 他讨曹操喜 里面是这样写的哦 说曹操全军覆没 然后投靠袁绍 已经全军覆没了 也就是说 曹操的四十万大军 再加上班底的十万兵马 全部被吕布消灭啊 然后就逃到那个 只率领少数几个基本干部 逃入袁绍 然后 陈寗的曹操喜怎么写 他说曹工呢 那说袁绍 袁绍啊 就 给曹操 一万兵马 然后袁绍又发动百万大军 讨伐吕布 百万大军哎 然后又给那个曹操 一万的 一万精兵啊 所以说曹操又有兵了 而这兵是谁给的 是袁绍给的 然后 袁绍又自己带了百万大军 再加上曹操的一万兵马 也就是一百零一万 一百零一万 然后 援朝联军去攻打吕布 才把吕布打败的 然后再加上 加上什么 那个曹操的谋士陈寓 杀了自己故乡 那个东二郡的老百姓 全部杀光 做成人肉干 来供应 供应士兵 军粮 是这样才把吕布打败的 那你这样你就可以算说 你就可以算出来 吕布跟袁绍还有曹操的联军 打了一年多 吕布总共消消灭了多少 袁绍跟曹操的部队 曹操至少有五十万 有四十九万 曹操至少有 好吧 我们如果不要算说 后来他得到袁绍的那一万兵不算 曹操五十万军 就全部被消灭了 五十万 然后袁绍本来号称有百万 到了关渡之战 只剩二十万 那袁绍就是有八十万 不见了 也就是说 吕布跟曹操 打了一年多 其实不是跟曹操而已 是吕布跟曹操 还有袁绍 打了一年多 总共消灭了 袁绍曹操联军 一百三十万 八十万加五十万 那不是一百三十万 总共消灭了 袁绍跟曹操联军 一百三十万 而吕布的兵马只有多少 两千 但是 这一年打下来 吕布最后还是输了 所以 所以这两千 应该只剩下一半 一千 然后 吕布跟曹操 袁绍 敖战这一年多 刘备 那个时候是拥有 徐州的 你们看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三国志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说 刘备有出兵来帮 帮吕布 完全没有 刘备完全没有出兵 去打曹操 也没有出兵去打袁绍 假如说 我们不要说 刘备出兵打袁绍 这个就不谈 但刘备至少要出兵打曹操吧 因为曹操 曹操之前是 是不是 在徐州 两次大屠杀 然后刘备来曹操 是要 那刘备来徐州 本来的目的是要什么 他是要来徐州 帮徐州人打曹操的呢 那等到刘备 真的拥有了徐州 他一次也没有出兵 去打曹操 而且他眼睁睁哦 眼睁睁看着吕布 被曹操跟袁绍的 一百多万大军给消灭 所以你们说 刘备这样叫做人人君子 有正义感 好人 我是不以为然 但你如果坚持这样认为 我也没办法 但是 证实就记载嘛 他就是吃人肉啊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嘛 军队发生霸凌事件 连人都吃了 徐州的家长一定很生气嘛 然后曹操要要求 张飞赶快出兵去救 结果 张飞不要 反而把曹操杀了 所以 所以才引发暴动嘛 下培长暴动 然后 吕布率领 不可能全部一千人都出动啊 我才吕布只率了一半啊 就是五百 五百人啊 来到 来到夏培城 照理说啊 如果夏培城 还在张飞控制之中 吕布的五百人 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夏培啊 因为夏培是有两道城门的哦 它是有两道城门 两个大城啊 你要过两道城门 你才能够进入最里面第三城 最里面第三城 前面有两道城门啊 所以 三国志里面写得很清楚嘛 他说 徐州人 夏培人啊 从里面把门打开来 让吕布进来 然后吕布进来就 跟张飞对打 张飞就被打败了 然后张飞就逃走了 张飞逃走了 就逃到 海溪那边去跟 跟刘备会合 然后会合之后 他们就全部被元素给包围了 那三国志说 吕布就是趁这个时候 把徐州给占有的 那你们想想看嘛 只有一千兵马的 吕布是怎么占领 是如何能够占领徐州的 一定是怎样 徐州人 还有这些 三万人被吃掉的这些家长 他们对刘备真的厌恶到极点 所以他们就怎样 一传死死传百 大家都主动 主动开城门 然后 说推荐 说吕布 我们不要刘备当我们的 徐州牧 我们就是要让你来当徐州牧 拜托你 你就当我们的徐州牧 一定是这样嘛 这样才 这样比较合理嘛 这样那么大的徐州 才可能被吕布区区一千兵马 区区一千兵马的吕布 才可能 拥有徐州那么大的地盘嘛 那一定是 大家 主动 要求吕布来管理他们的啦 所以三国志说 吕布窃取徐州 这个是 不合逻辑的啦 逻辑上办不到的啦 不然你 拜托你真的 你用理智想一想 才刚刚被 被曹操 袁绍打败 打得几乎就快要灭亡的吕布 然后 突然之间 他就能够占领徐州 他就能够占领徐州 你不觉得很陷阱啦 你不觉得很陷阱啦 他有可能啦 你当做徐州都 都没有人喔 徐州都没有兵喔 你看那个陈灯是怎么说的 他说 陈灯曾经有一次 就是 陶谦很紧张啊 说 这个 这个 曹操要攻过来了 然后 陈灯就叫陶谦不用怕 他说 我们 我们这个徐州 要 调出十万精兵 是没有问题的啦 随便调都有十万大军啊 陈灯说的 所以你说 这个 刘备带走三万 去跟袁绍十万打 其他 徐州那么大 他要真的 要从 各个省各个县 调出军队十万大军来 没有问题啊 如果说 这个陈灯 陈灯没有在包围圈里面嘛 陈灯 就 随便就调 调了十万大军 来打那个旅部 来打 抵抗旅部的 一千万 这 这也是很有拼的耶 何况 吕布那个时候 根本就是 刚刚 被打败而已 他 都还没有睡饱 还没有 精神都还没有 恢复 体力还没有恢复 如果陈灯这个时候 在徐州境内 随便调 也有十万大军 十万大军 都可以 敛压旅部的 一千的那个 疲惫的部队嘛 但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个你看三国志 是什么写的 不但那个旅部 轻轻松松 就拥有徐州 而那个陈灯 跟 跟他的爸爸 陈灯 陈灯 都成为旅部的部下 有没有 陈灯 陈灯 父子 都成为旅部的部下 只是后来没想到说 陈灯会当那个 曹操的内应 内奸 所以说 这个 这个就是 吕布根本就 就是人家 徐州人 请他来当 徐州牧的 而 导致徐州人 要请吕布来当 徐州牧的原因 主要就是 刘备把 徐州的子弟兵 已经吃掉了嘛 好吧 那 之前的视频有说过 赵云没有在 吃人肉的行列里面 但是 赵云 后来 后来在 关渡 关渡之战 差不多那个时候 加入刘备的阵营 那到了刘备 刘备是不是要去攻打 把 骗着刘张的四川 就是益州 你猰 这个 刘备公路 夺取四川 最后要打成都 成都就是益州的首都 要打成都 打了好久都打不进去 刘备就向 刘备向他的士兵说了什么话 你们知道吗 刘备就跟士兵说 只要你们把成都打下来 里面你们要抢 抢钱抢粮抢女人抢财产 都随便你们 就是重兵掳掠开放 刘备当时跟部队下这个命令 所以士气大政 本来打得无精打采的士兵 就很踊跃 就真的没多久就把成都打下来 成都打下来以后 这些士兵就真的按照 由被之前的承诺 到处烧杀掳掠去抢 抢人家的房子 抢人家的女人 抢人家的财产 成都一片人间地狱 这个时候赵云 赵云真的看不下去了 这不是我乱讲的 这是三国字记载的 赵云就赶快去 去见那个刘备啊 说 大人你千万要驻守 要叫你的士兵驻守 不要再这样子了 然后刘备就很生气啊 说 不然你要拿什么奖赏这些士兵啊 我们也没有钱啊 我们也没有黄金啊 如果没有什么奖励品 没有什么战役品 士兵根本就 就不会打仗啊 我们就叫不动他们啊 你懂个屁啊赵云 也意思差不多是这样 你懂个屁啊 你这个文若书生 然后关羽张辉一定在旁边加上一句 你有吃过人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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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点点啊 赵云你这个白面书生 然后赵云 赵云不退让 三国志里面记载 赵云不退让 就坚持 坚持要刘备助手 刘备大怒啊 最后还是妥协了 最后 最后就说好吧 不然这样了 打折了 就是士兵 可以除了房地产以外 成都当地人的房地产不可以抢以外 其他都可以抢 最后刘备就下这个命令 然后跟赵宇说你不要再来跟我讲了 我的忍耐极限就是这样 所有士兵就不可以再抢成都人的房地产 但其他都可以 也就是土地可以抢 田啊土地都可以抢 就只有那个房子不可以抢 最后就是这样 然后刘备的气一直没有消 直到他死都没有封赵宇 没有给他封侯 也没有给他封什么有官府的将军都没有 赵宇一直到刘备死了 都是杂牌将军 杂牌的就是那个名称叫做义军将军 义军啊 一个利啊 旁边两个 旁边一个羽毛 羽毛的鱼啊 然后左边一个战利的利 就是意思就是要 意思就是要照云怎样 不然你就长翅膀给我飞走 意思就是这样 利啊 不然你就利正啊 点点站在那儿 不然你就这样 长两只翅膀 你赶快飞走吧 像小鸟一样飞走吧 你要知道在刘备活着的时候 关羽 关羽跟那个张飞都被封什么吼 那个张飞被封献猴 是第一级的那个等级的那个献猴 叫做西香猴 你以为西香猴是香 它是一个香 以为是第二等的猴 不是 西香是西香县 他的名字很特殊 西香县 他是西香县猴 所以张飞 张飞是那个曾溪大将军 曾溪大将军 他是大将军 这种将军有石鹿的 有那个税可以收的 有真正十亿的 他的张飞的十亿 就是那个西香县啊 县猴啊 十三万户啊 三万户的西香猴 曾溪大将军 那是一品啊 一品的大将军啊 然后 然后这个 关羽封什么 左将军 左将军 然后汉寿庭侯 本来 本来 那个刘备要给他封 更高的 侯啦 但是那个关羽说 我 你其他的侯 我都不要 我只要汉宪帝给我的 汉寿庭侯 停啊 第三等的啦 所以 但关羽这个是特殊啦 按照道理 刘备是要把他跟张飞 同等级要把他封献侯 但关羽就不要 他说 我就是要 我只要那个 汉宪帝给我的 汉寿庭侯就好了 其他我都不要 所以关羽就没有 还是维持汉寿庭侯 但也因为关羽这个个性 刘备 有杀关羽的恋头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你心里只想着汉宪帝 汉宪帝给你的 只是第三等的庭侯 啊我要给你献猴 你不要 那你心中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大哥 那个时候 刘备其实就已经想要把关羽给 除掉了 只是关羽傻傻的自己不知道 所以这个关羽真的 对汉朝真的太忠心了 结果导致自己被刘备给害死了 表面上是好兄弟 其实刘备就故意 故意让关羽在荆州大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要出兵救他 要给你献猴 你不要 你就是要汉宪帝的汉寿庭 停个屁啊 那你就去停屍间吧 就是这样嘛 然后但是前将军 关羽有接受啊 前将军这个 这个是二品 二品或三品 应该是三品 三品的将军 这也是有官府的哦 有左将军府哦 就是有公家宿舍啊 这个公家宿舍是很大的 你看那个台湾的将军府 那个都是高 住在高级住宅区的将军府 阳明山山上的别墅啊 这个将军府 张飞也是啊 只有赵云没有耶 赵云没有 没有公家宿舍耶 赵云要自己花 用自己的 微薄的薪水 杂牌将军的薪水 去跟人家租房子耶 赵云多惨啊 而且 而且他什么吼都没有啊 他没有爵位 他没有爵位 只因为什么 啊我就没吃人肉啊 赵云一定常常自我挑 啊我就 啊我就没吃人肉啦 不是要怎么啦 我就没 啊 官女仗会让我吃过人肉啊 所以可以封伙伴这样啊 我就没啊 啊好 谢谢收看